行政院推出振兴经济五倍券 新北市淡水区商圈文化观光协会 为了吸引游客使用五倍券刺激消费 超过30间的店家自主祭出了消费折扣优惠 希望能够营造民众的小确幸创造双赢 行政院针对疫情后振兴经济推出了五倍券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领取还是消费了吗 新北市淡水区商圈文化观光协会 为了吸引大家来到淡水观光的游客 使用五倍券刺激消费 有超过30间以上的店家 也都自主的来祭出五倍券的消费折扣优惠 就是希望能够营造出民众的小确幸 淡水老街商圈的店家已经期待很久了 各店家它各自发起就是各自的优惠 只要你凭五倍券 各店家都有一些让你小确幸的优惠 然后陆陆续续的店家已经超过三十几间的店家 在进行这方面的加码 然后包括我自己的店家提务大师也是 你只要满五百就可以消费六百元的商品 满一千就一千二 这都是另外一家嘛 协会理事长表示过去受到疫情影响 淡水老街商圈面临空前的大困境 而现在疫情趋缓人潮回流 经济复苏时刻 除了要帮助所有店家建立与政府的沟通平台之外 并且在五倍券以及新北市的加倍券推出之后 规划一系列的优惠活动配合振兴经济 包括了使用五倍券消费就可以送满额小礼品 还有送折价券 或者是买一送一的优惠等等 然后新北市政府他的加倍券就是 只要是新北市的市民 他有拿到相关的纸本 来我们这里淡水老街商圈 任何一家店家都可以收 让你买好买 然后店家也好换 但是商圈是想说 就是让这店家都能够直接来我们的服务处进行兑换 这样子的话 就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来这里 然后有更多的店家愿意收这两倍券 协会理事长表示 不只是针对消费者寄出许多的五倍券商机优惠 商圈协会也会针对新北市的加倍券 店家无论是在老街上的摊贩 还是店面都可以来到商圈 将收到的新北市加倍券进行兑换 也是让店家有更方便的管道 就是希望可以刺激观光消费提升买气 记者许多安一淡水采访不到